既然你们是来求和的 那你们是不是应该有求和的态度啊 再说了 就算我 就着你们的错误不放 你们能拿我怎么样 莫莫小姐 你恐怕误会了 我这趟来拜访 不是来求和 是来做交易的 刚才直播呢 你不停给我打电话干吗 什么 不给春天假呢 那还谈什么呀 做个货的人太狠了 而且还不舍得花钱 找了那么多 要被打牌我都做过来 这是我们智能社 被采集到的信息 后面的内容 我就没有继续再听 但我想光就前面这一段 也就够用了 你们这个什么意思啊 是想威胁我们吗 这段录音表达得很清楚 默默当时是下了直播的 这属于个人隐私 如果擅自泄露出去 就打你们自己的脸 坐实了酒店 擅自泄露客户隐私的责任 下了直播 不代表我们没有权利 对外公布信息 我不知道二位 如此针对我们酒店 是出于什么原因 但就事论事 我们也可以根据合约起诉 遵律 发动里有明确的条款 酒店从上午七点到晚上十二点 会开启智能设备的 连续对话公式 你在房间里 发出的所有指令 智能设备都会进行采集和记录 这个呢 会作为我们之后的数据分析 反馈使用的情况 并且 我们可以作为对外使用的采样 所以呢 我的直播是十二点结束的 你们的智能设备 按理来说应该是自己自动关闭的 你偷听我说话还有理了 这条我恐怕就要感谢 给您打电话的这位朋友了 我想您应该是特别着急 要接他的电话 所以提前结束了直播吧 这段话 您是在十一点五十九分三十秒的时候说的 那个时候 还没有到我们智能设备自动关闭的时间 还在被允许采样的范围之内 而这段音频之所以后面断掉了 就是因为我们的设备按照合同 自动关闭 所以我想 这要是咱们打起来的话 谁伤得更重 恐怕还不一定 跟人设崩塌相比 在中国市场得罪了所有的国货客户 以及欺骗消费者的后果 你确定你跟你的团队承受得了吗 如果我讲 我会想 让你设备 写真 四十三 我陪你上班了 你不用上班了嗎 這麼行 我媳婦總被人欺負 我哪有薪資上班啊 沒有利益之後 你會再來找你媽的 不會的 公司都把他拉進黑名單了 她進了進去 哎呀 快走吧 別膩唄 行的 白手說 買車了 怎麼這麼不理智啊 把錢花在 初遙這種貶值商品呢 那你那拉開 不是拉風的小跑車呢 賣來了 這樣嗎 你家裡困難了嗎 換一輛玩玩 車本還就是大玩具嘛 還逆著就換了 希望你對女人可別這樣 哪能啊 您慢走 等一下什麼時候都發展成 可以聊天的地方了 怎麼經常在微信上聊天啊 好啊 聊什麼呢 聊你啊 莫莫那邊已經撤租了 酒店這邊的責任 也全部都撇清了 我申請 按原計劃 推進客房的改造 這個申請 我沒法答應你 這是集團那邊批准的 我只需要你的簽字 取消之前暫停的文件 我現在就是在執行 集團最新的決定 客房預定量的確實還不錯 但都七七八八都取消了 有那麼一兩個想嘗鮮的 那一間客房足夠 總之呢 改造過的我不會動 想要繼續改造 不可能 我已經想好對策了 這次 我找了更具有權威 以及更安全的失稅員 來挽回我們的各位 我知道 網絡上 對於我們智能酒店的安全問題 以及未來趨勢的探討 一直沒有平息 但是對於我們來講 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啊 我可以利用這次輿論的熱度 讓這個形勢對我們重新有利 顧佳 你能不能不要再做冒險的事情了 現在酒店的輿論對你非常不利 你現在需要做的是平穩過度 平穩過度 這才是最重要的 關注我的朋友都知道 我最近和我的先生給一家婚禮APP 做了代言人 創始人告訴我們說 我們真的給他們帶去了很好的生意 我當時就在想 我的商業價值已經到了如此地步了嗎 自信心爆棚哦 接下來就有人開始對我的先生 表示好奇了 說這個男人的心到底有多大 才敢把溫如雪娶回家 我倒想確定這位朋友 你不如反過來想想 像我這麼不靠譜的人 為什麼會願意嫁給他 是因為他很帥嗎 是因為他很有錢嗎 還是說他很會照顧人 巧了 以上這些方面他都符合 但是我呢 畢竟是一個見過世面的人 所以不會輕易被這些東西打動 最重要的一點是 我常常在他面前 覺得我自己很二 每次我遇到什麼糟心的事情 要發脾氣爆棚的時候 他會用他的方式告訴我說 完全沒有必要 你那麼在乎是因為你弱季 一開始我很不服氣 但是時間久了 我覺得這樣的日子好舒服啊 我居然可以心安理得的 在他面前做一個弱女子 我想很多女婿同胞都感同身受 這是非常難得的 因為這個社會 讓我們堅強太久了 很多時候 我們自己都忘了自己是一個女人 可是居然 有另一個男人記得 你說 被老婆誇的感覺不錯吧 抱歉 上一個會耽誤了點時間 開始吧 這一期我想報 人與機器 誰更可靠這個話題 因為我覺得咱們這個節目吧 最近老師在聊些 情情愛愛啊 生活瑣事啊 觀眾也該聽膩了 而且這樣 不利於發展新的受眾群 這個話題是不是有點太專業 也太沉默了點 我們應該對我們的觀眾 多一些信心 前段時間 V Hotel那個智能房間的話題 我不知道你關注了沒有 事情已經過去了 但是相關的討論 一直從各個角度 在切入和延續 嗯 人工智能現在離我們 生活這麼近 隱私又是所有人 能關心的話題 所以我想藉著這個熱度 把咱們節目的調性 再提高一個凳詞 這樣的話 我們可說的話題 就會比原來夫婦很多 嗯 我贊同 昨天咱們吃飯的時候 不是一直都在聊 生孩子的問題嗎 嗯 這不 今天我這手機上 幾乎所有的購物軟件 都在給我推母嬰用品 和醫療服務 這個人工智能啊 真的在滲透進咱們的生活 是啊 哎 你們看過那個電影嗎 哎 叫什麼賴著 哦 就是說人工智能 再這麼發展下去 就該能做人的工作了 就像這個錄音筆 能直接語音轉文字 還支持中音翻譯啊 看哪天把我的工作 給取代了 我倒是覺得啊 咱們應該對人類 有點信心 人工智能再強大 那不也是人類 發明出來的嗎 這是時代發展的趨勢 我們總不能恐懼新科技 支持逆發展吧 不是 我也不是說支持逆發展 那你剛剛那個意思 我就是覺得這個話題 咱們可以 好了好了 再說下去啊 我都以為你們是溫如雪 提前安排好的拖了 你看 我隨便拋一個論點出來 就能吵起來 多好的天然立場啊 哎但是我的稿子 會站在人工智能這一邊 好吧 既然你這麼有信心 那我們就試一試 總監那邊 我來負責說服工作 好 都說完了嗎 咱們說服是可以 散位了 咖啡 剛剛給大家做的下午茶 來嘗嘗 你怎麼聊天啊 我剛剛下樓給大家買咖啡 謝謝 剛好碰到白主廚 準備給學姐打電話 我就直接把人給帶上來了 哎 這是不是屬於 家屬探班的彭麗啊 為了主廚特工 還親自送上門服務 我感覺我這身份 一下就上升了好幾個檔出來 學姐 你這老公也太貼心了吧 白主廚 有多探班 沒問題 你就別喝咖啡了 人家晚上睡不著覺 哇 好貼心啊 好貼心啊 我就說她是暖男吧 白主廚啊 你這個甜品我就不吃了 怕嘴粉酸 說不出什麼好話呢 剛好沒做你那一份 來 來 來 誰不去打擾你了 沒什麼事的話 我我先走了 好 來 行了別看了啊 抓緊時間吃吧 有兒子去處理就行了 好 咱兒子一年辛苦掙的錢 都貼給咱們了 看著就心疼 回見 什麼回見 不用見了 兒子 快 你也喝點 誰 人文都打不走了 錢也還了一部分 還剩一點 我現在錢不夠 慢慢還 你們就別操心了 還有 你們要是真想幹點什麼 你們就 開一個小店什麼都行 別整天瞎琢磨 唉 什麼叫瞎琢磨 好 我知道了 你是怕我們成為你的負擔 想讓我們自食其力是吧 我不是這個意思 我該給你們的錢 我一分都不會少 但是 你說我每天我要賺錢養家 對不對 我哪有時間天天回來陪你們 天天看著你們 我怕你們又犯老毛病 那你趕緊把媳婦娶回來呀 你媽一個人在家 忙裡忙外的 也好有個伴呀 是啊 你跟那個希希怎麼樣了 有沒有結婚的打算 我們倆 打算先訂婚 這次回來 就是跟你們說這事的 定了好 要我說呀就不要廢那個事了 直接結不就得了嗎 你們該怎麼辦就怎麼辦 不用跟我們商量 再說了 他們家反正有的是錢啊 咱們家這情況你也看見了 也出不了什麼力 你啊還是趕緊回去啊 給你未來的老丈人 好好地商量吧 嗯 媽 小孫來了 快進來 坐著一塊兒吃吧 不吃了不吃了 我這什麼明天得提前走 家裡那邊催著回去 老人的病啊實在是著急 需要用錢 所以 您看您那點尾款 是不是今天能給結了呀 尾款 什麼尾款啊 什麼尾款啊 你沒有跟他買東西了 哦 沒有沒有沒有 是這樣 你孫姐啊 她打算不幹了 她還剩了點貨不是嗎 就便宜地處理給我們了 是吧 你們又買多少 十多萬吧 十多萬 你們哪兒來的錢啊 又借錢了 沒有沒有沒有 沒有 是希希媽給的 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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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跟戴希希家要錢了 親家人特好 說不用我們還了 我那會兒剛上大學吧 大學啊 啊 那你開話的可夠晚了呀 我開話的晚 但是我進化的快呀 你們有聽說過吃什麼補什麼 後來者沮喪嗎 是嗎 沒聽過啊 哎呀 你別打岔了 哎 學姐你接著說 哦 她是我們學校的 辯論隊的學長 我為了接近她 我就在圖書館裡邊 裝好學手 每天惡補各種知識 我的勢力 本來是可以考飛行員的 那段時間我都快瞎了 終於 如願以償 我被她招進了辯論隊 可能吧 是因為接觸時間長了 亦或者是因為我 那段時間書看得多 我特別有思想 我就開始 對她的有些觀點 覺得不對 我不同意 我就試圖跟她交流 嘿嘿 這個過程 我就不跟你們說了啊 總之 我後來發現 她完全接受不了 我挑戰她的想法 無論對錯呀 反正我事事都得順著她 所以 初戀美好的感覺 就這樣消失了 學姐啊 你這是被PUA了吧 哎 什麼是PUA啊 就是我愛你 所以我要控制你 哎 太可怕了吧 嗯 請 她說得真像白相玩呢 討厭 哎呦 新車那麼快 就提到手了啊 同志們 看看我們審檔 好 好厲害哦 二手車 現貨上盤直接開走 哎 怎麼買到二手的啊 那開著多彆扭啊 我跟你說 你這個就是PUA危險的 潛在心機 你該不會還有處女心態吧 哼 我告訴你啊 你這樣會被我們成長之後的 新時代女性 第一次的體育 嗯 嗯 白主廚 哦 挺自然的呀 嗯 嗯 白主廚你最近出現得 有點平爽呀 今天下班早 那我過來接你 我不是跟你說了嗎 我跟同事們聚會 會稍微晚一點點回家 我知道 我一個人在家沒意思 就過來看看 嗯 嗯 那個我們 我們這兒也差不多了是吧 啊 對對對 哎我剛來啊 誰要你自己遲到的 行 哎 我陪你喝 給你喝到位了 我好帶我媳婦回去 好呀 好什麼好呀 今天大家帶我上班呢 確實時間差不多了 咱撤吧 別 別別別別 別掃大家心 來 乾了 乾了 你們進去 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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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頭啊 把你那些同事啊 都請到家裡來買 我坐下 我親自下桌子 嗯 坐下 唉 你不是很討厭陌生人 到你家裡來嗎 現在是你家 隨時歡迎他們的 坐好了 在家裡邊安心 喝口水 在外面也沒有什麼不安心的 那些都是我的同事 能把我怎麼著 沒說別人能把你怎麼著 可這酒這東西啊 她一旦喝多了 我是怕沈闊她 控制不了自己 看來這還真是個事了啊 我鄭重地跟你聲明一下 我跟沈闊 就是最普通的工作關係 頂多算是個小哥們 不是你想的那樣 是 唉呀 她不這麼想嗎 你看她在我面前 嘚嘚嘶嘶嘶那樣 還跟我挑釁 不是 唉 行 明天我就去警告她 再也不許跟你嘚嘶嘶 不許挑釁你 唉 這就對 嗯 不行 那顯得我這人小氣啊 那你倆明里安姨 這麼較勁 就不顯得你小氣了嗎 誰跟她較勁呀 她在我這兒呢 就是一小次了 我懶得搭了一頭 總之 你以後不許搞這些突然襲擊 給我一點信任好不好 好 這個話題結束了 唉 天地良心 我沒不信 我是在乎 我恨不得 把你關到一小島上 就咱們倆人 我天天守著 太可怕了 你不要給自己弄那麼多假想敵 好不好 要不然你把我娶回家 不是自討苦吃嗎 抱歉杰斯卡 我們的改造計劃 恐怕得先暫停一下 咱們之前對賭的條件 我暫時也沒有辦法完成 剩下的欠款 我今天會以個人的名義 打到你們的賬戶上 你不用那麼著急 我們不是說好有三個月嗎 我知道 可這件事情 你在公司內部 也是以個人的名義做擔保 我實在不想讓你為難 也不想被人抓到什麼把柄 反正實際的改造費用 也沒有那麼多 剩下的尾款也不多了 我知道你在擔心什麼 昨天財務來找過我 說你們公司那邊 好像私下在對你那邊 和我們公司的合同 還有賬目在做調查 讓他們查吧 反正我沒什麼好怕的 對 我也這麼說的 所以你不用太擔心了 你放心 我沒事的 還有 謝謝你對我的支持 你好好保重 請進去 請進去 丁總 不好意思丁總 突然塞太毒了 沒事 先走吧 我們希望在春節期間 用戶在搜尋 上海五星級酒店的時候 V舍尼可以排序在第一位 這個我們APP的排名 都是靠瀏覽量和交易量 自動生成的 我可以給你低於全網的客房成交價 你們可以從中間賺取更多的佣金 你們這個提議 確實對我們來說很有吸引力 但是 說實話 我們和蓋瑞那邊的合作 談得也差不多了 就算你們現在提出這樣的條件 我們再轉投你們 這也不太地道呀 您這麼說的話 那這個合作 我就更得拿下了 丁總 咱們這次合作 是不是談得太冒進了 如果這保體客房沒賣出去的話 這個損失裡外裡 不都給咱們市長不自己承擔嗎 既然目標是明確的 你就沒必要計較代價 更何況 這也不是什麼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啊 回公司再說吧 非常冒昧地打找叔叔和阿姨了 因為我真的不知道叔叔阿姨的賬號 我也不好意思問戴希希 我怕她知道這件事 所以 今天我就過來 把這錢還上了 我真沒想到 我父母借錢會借到年二為止 我保證 以後不會再有這樣的事了 這件事情 希希是知道的 她知道 而且 還是不要有以後了吧 老伴 你去煲個湯 再做幾個菜 以後讓小蛋就在這兒吃飯 我約會 這 pushing她 尊重的金錢 你不知 你不知 希希知道這件事情啊 不知道 看來這不是一個好的開始 也不是一個好的相處方式啊 因為 以後類似這樣的事情 還會發生很多很多 你知道吗 你们是为对方好 怕对方担心 所以彼此都没有说 但人的这一生很长啊 你们这样在一起 会很累的 我的女儿我了解 单纯 善良 热心 敢于面对困难 有的时候还有点 不知天高地厚 所以才事事往前冲 事事不在乎 但是我们这些做父母的 就会想得多一些 就不能眼睁睁地 看着她这样 说白了就是 我们不想看着自己的女儿 被打磨过的样子 你 明白我的意思吧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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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很爱戴希西 我想要跟他一起生活下去 不瞒您说 我这个人呢 之前一直非常非常地抗拒结婚 但是跟他在一起之后 他一直推着我向前走 所以 我现在 可能有一点想要去试试 承担一个家庭的责任 我今天来也不单单是还钱的 我是怕您不信任我 所以我跟您保证 我一定好好对待希西 好好地保护她 好好地爱护她 不让她受任何委屈 叔叔 您相信我一次 可是我们不想 让希西冒这个心 我希望你能理解我们这些 做父母的对女儿的一片苦心 有句话不好听 但不无道理 就是 婚姻 还是要门当户对 我觉得门当户对 才能长久 你知道我指的不是物质条件 而是对生活本身的认知 而是对生活本身的认知 所以 如果你真的喜欢希西的话 我希望你尽快地 跟她彻底分手 我知道 这对你们来说 有点不及人情 甚至有点残酷 但总比你们以后生活在一起 再来解决这些问题 要简单地多 容易地多 你说呢 请进 你找我 你是不是要问我 旅游APP的竞价排名事情 竞价所需的费用 涵盖在市场部 今年的预算范围之内 况且 我敢开这个条件 这个钱我自然是赚得回来 市场部的预算 也不能这么用啊 一个人的包容是有底线的 能不能不要老是挑战他 做事情 不要事事都约拳 我没想约拳 正在走审批程序 这件事情我不同意 这件事情我不同意 三米现在正在休假 你知道吗 你再想赢 替他考虑考虑 我之前已经想赢了 呀 行 我知道你现在的压力和阻力 你不用着急 李文森凭借他的意己之力 是决定不了什么 给我一点时间 我会尽力地说服董事会 重新考虑智能化的改造的提案 我会尽力地说服董事会 我会尽力地说服董事会 你带我来这儿干嘛 你不是想要发泄吗 发泄不一定非得把自己喝醉 我会尽力地说服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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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会尽力地说服董事会 我現在跟她已經是 喝過酒的好哥們了 要不你跟她一樣 付我車錢 就讓補填我用費了 有這時間呢 你去討好討好別的小姑娘 就算換不來致死不予的愛情 說不定能換來春宵一刻呢 你跟我這是一個 已婚婦女這兒 殺得耽誤什麼功夫啊 溫如雪 你要是結了婚之後 跟普通婦女一樣婆婆媽 三頭四頭的 我可要取管你公眾號啊 請便 反正我不差你這一個粉絲 你這樣白相聞 會一步步得寸進尺的 師父 走嗎 記好安全帶 記好安全帶 咱倆不是在家都說好了嗎 你不用每天來接送我的 太晚了 不放心你 這麼多年我自己不都過來了 因為見你過得有多好啊 嗯 是嗎 哎呀我對我自己 靠自己過的這些日子 我還挺滿意的呀 就喜歡你這種 沒見過世面的樣子 開玩笑 我有一個 以前在法國跟我共識過的朋友 他現在在奧克蘭工作 他跟我說他經常會去 你喜歡的那個皇后鎮去度假 環境優美 人少安逸 他自作主張地把我的簡歷 投到那邊酒店去 沒征想 那邊邀請我去做行政主廚 優秀啊 白先生 那你答應了嗎 我怎麼可能答應呢 你人在這兒 我得守著你 你也不用內疚 就算是欠我一個人情吧 我完全沒有覺得內疚哎 我為什麼欠你人情啊 這事我得跟你掰直一下啊 好 認識你之前那麼多年 我都是全世界各地跑 這你知道的 可是遇到你之後 我捨不得走了 也是因為你我才放棄了 條件這麼好的工作機會 是不是 你你捨不得走 這不是你自己做的選擇嗎 我不是因為你 才做的選擇嗎 不不不不 這這個這個 真的得掰直一下 這完全是兩回事啊 如果說是我強迫你 因為我留下來 那麼是我的問題 現在沒有啊 是你自己的選擇呀 你不能默默地 就把它算作是 你為我做出的犧牲啊 那我問你 你願意跟我一起離開嗎 再說了 那也是你喜歡的地方 我現在生活在這裡 我們人在哪兒 家就在哪兒 生活可以隨處地 中心開始 你看看 跟你脾氣來我真是沒有見過失明 我確實做不到像你那麼瀟灑呀 我生活中還有我媽 有小楊 有喬喬這些朋友 我沒想去離他們那麼遠的地方 那我呢 作為我的太太 你是不是應該優先考慮一下 你丈夫的想法呢 我作為一個人 我是不是應該優先考慮一下 我自己的真實的想法呢 你做的哪件事情 我沒有支持呢 我願意為你留下 那你為什麼不願意被我離開呢 哪怕這只是一個假設而已 總之啊 要留下是你自己的選擇 不走也是我自己的選擇 既然都是自己的選擇 為什麼你的就好像是犧牲 而我的就變成是自私了呢 我什麼時候說過你自私啊 你剛才所有的話 不都是在第一次 我覺得我是一個自私的人嗎 我說哪怕是一種假設 我在你的假設裡面 都沒有優先去 一會兒你路過喬喬家的時候 把我放下來了 為什麼 我得回去陪小楊再兩天 答應他 我怎麼不知道這事啊 我現在告訴你了 你這個藉口找得好像 不是很完美啊 好的 那我不找藉口了 我就是今天不想跟你回家了 可以嗎 杜先生將會參加 明天舉行的新人新書發布會 如果您有其他問題 請關注我們的官網 謝謝 經紀公司那邊怎麼說 他們也不知道 杜珈牧也不接電話 他就是心裡有鬼 居然敢信誓旦旦地跟我講 絕對不會剽竊你的東西 而且為什麼你找不到他 有特殊的原因 過兩天就回來解釋給你聽 我居然還相信 你看看來他就是想拖延時間 你怎麼考慮的 我們直接找律師吧 走 我沒有證據 誰會相信我說的話 我就這麼站出來 指責杜珈牧 指責別裡客服的話 是會被粉絲的 兔母給淹死的 至少 他讓我知道了 我自己的漫畫 還是有人喜歡呢 不過 要是憑我自己的 爛畫風同樣的故事 也沒人看 小陽你再冷靜地想一想 你除了原稿以外 真的什麼證據都沒有嗎 或者是說有 有另外一個人 可以證明這個作品是你的 其他人都跟豆子一樣 他們只要個大概 一直以來都是杜珈牧 一個人指導我 我的草稿 畫稿 故事 梗蓋 我都只發給過他一個人 那不就有了嗎 微信記錄啊 你們裡面肯定 發過這個吧 我那天 我那天一生氣 我把豆天記錄給刪了 你是不是拿我的電腦 備份過你的手機 好像是 同學們都說好了 到時候一起去現場 揭穿它 行了 不要想別的了 在電腦裡邊 把證據整理出來 帶著證據 去發布會找它 好嗎 嗯 這次漫畫發表之後 我想會有更多的 漫畫愛好者 來喜歡你的作品 宋夏先生 謝謝您和公司 對我的認可 不用感謝我 您應該感謝你的老師啊 杜先生 謝謝您 珍惜你的靈感和才華 好好好 悠悠 您該上場了 您是否很正常 你的新作的漫畫 是否有所謂 為何 Você 為了 為何要派發表 公司 宋夏先生 為何要派發表 原來的新作漫畫 是否有什麼事 為何要派發表 為何要派發表 哎呦 哎呀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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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跑 你穿高跟鞋 没事吧 我要不是为了 搞这个破媒体证 我再不去参加 刚才那个破活动的 赶死我了 没碗吧 没 咱们真要进去了 当然得进去啊 难道咱们这么心事动众的 只是为了把度假幕 给整到小孩屋里 揍一顿吧 我这次非得让他 有一个大大的教训 证据带好了没 不好无意识 律师在里面 好 快 算了